C罗无援欧冠最佳阵容 13年以来第一次 欧冠之王已风采不攒 随着欧冠决赛的结束 本赛季最后一项重量级赛是欧冠终于落下帷幕 北京时间8月29日凌晨 欧足联官方公布了本赛季的欧冠最佳阵容 毫无疑问获得欧冠军的拜仁慕尼黑成为最大赢家 他们有9名球员入选本次最佳阵容 本赛季表现出色的亚特兰大 曼城、里昂、巴黎圣日尔曼成为欧冠最佳阵容的赢家之一 不过本次欧冠最佳阵容最让人震惊的是 C罗没有入选本次最佳阵容 要知道C罗自从0607赛季之后 已经连续13个赛季入选了欧冠最佳阵容 甚至他已经成为欧冠历史最佳前锋 而本赛季35岁的C罗依然状态出色 在联赛中打进31个金球 创造了尤文图斯来自一甲联赛的多项记录 然而这位曾经的欧冠之王 在本赛季欧冠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优秀 和那位曾经的无敌的C罗相比 在来到尤文图斯之后 C罗在欧冠中的状态有所下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